好恐怖 鼓什么掌 那么恐怖 真带 你老公吓得还没缓过十人 有半个人飞着 老公当时已经叫出了小燕子的声音 就是那种 当时两个人抱在一起 我以为轮歌会是我坚强的后盾 结果 结果我一掀开那个以后 我发现我的右手被一只老虎咬住了 小姐就说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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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大家好 我是妈妈小哈哈 我就小哈哈的大马哈 大家好 我是儿子小哈哈 我就小哈哈的马大哈 昨天也知道 我妈那个做的特别不好的事 她就要去自首了 妈妈从小教育我了很多好的事情 以前碰见那些吃不上饭的人 人跟我妈说 给我口饭吃吧 我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我妈都会轻轻地跟人说 别着急 你好好想起这小天了 想起来啥呀 又狂了 她那个故事没讲对吧 没讲对 我同你讲一遍啊 那个乞丐跟我妈妈说 嗯 你能不能够我口饭吃 我都好多天没吃饭 我都想不起来饭是什么味道了 嗯 这句没说 你忘了说第二句 所以说妈妈就是这么善良的一个女人 教会了我很多 但是她居然做出这件事情也让我很失望 嗯 这是我自我介绍 谢谢 嗯 九点的时候咱们就各自回去了嘛 然后我就今天穿了一个更好看点的衣服 想要更美的给我妈庆生 后来我又觉得我对人生有很多思考 因为刚才出现了很多事情 我要去想人生 所以我去了天台 我也去天台思考了 思考了人生 我九点钟去的 那么九点五时呢 我就回到了我的房间 快十点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在屋里聊天嘛 嗯 后来我不是出门 是碰见你们两个了 嗯 对吧 对对对 后来我又碰见我们小蕾了 我们跟她聊天 就发生了这些事 过完生日 咱们又回房间唱了歌 是 后来不就又回去唱歌去了吗 所以你们切完蛋糕之后 你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没有 就是在真爱的那个办公室里头 我给你一个伤好吗 嗯 再给你一个伤 还要还要扎我妈 好嘞 这是我拍的我的搭档 在你的床上的那个照片 腿长根本放不进这个床 他根本塞不进去 哈哈哈 塞不进去 我儿子年龄小 对 你以为呢 这块床只是为了我睡腰用的 哈哈哈 我都是这么睡的 是 我都是这样 腾着睡 腾着睡 都是这样 好嘞 然后呢 就是我妈 那个有好多 给那个小真爱过生日的照片 而且是每年都过 但是我跟我妈每年都在一起 我没有过这个回忆 我妈还有另外一个女儿 你被真爱了 对 可能是 可能是我也被真爱了 但是当时是我妈跟我一块找的这个 我也没有这个记 你也被爱了 但是她却始终记着我这个儿子 说明我过于优秀 任何的东西都已经都无法的 抹灭我对不对 不是 部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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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真爱之光是真爱使用的话 她为什么会清楚自己的母亲对她的记忆 嗯 对不对 她应该要清楚的是你关于大马哈的记忆 而不是关于自己 真爱一号 只有真爱的人 她才会记得 你比如说她情绪我们俩 但我们俩一次记得 因为我们俩是真爱 然后她们俩 对 你说的对 你说的有道理 因为真爱问过我这个问题 就是你为什么只记得大马哈 哦 就是可能她不爱那个真爱 所以这个这个真爱之光没有办法帮你选择你要记得什么 但是她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你留下的记忆都是你的真爱 那你就不是他俩的真爱 这意味着可能被实验过后的人只允许记住一个人 我以为我的妈妈有好多妈妈 啊 有病啊 这时候一打开那底下一堆吗 好几号是吧 这些妈叫神妈 然后哇 马大号马 马三号马四号 好好好好好 一堆马 哈哈哈哈 就是特别开心的一个组织 哈哈哈哈 所以说她会嫉妒我哦 她嫉妒我的原因就是因为她可能被削了之后 她被真爱了之后只记得你 她只记得我 而且她只培养我去挑那个感恩的心的舞 我呢 非常不想放这一段 听完有人就会很伤心 这是谁的 不是我误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错了 我错了 把这个毛衣帮我带回办公室吧 千万不能让何首屋 直到小吴已经死了 我是一个单亲爸爸 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孩 然后我也以他为荣 这个毛衣呢 也是在何首屋的床下翻出来的 这个录音笔也是在何首屋的房间发现的 他就是知道了 那就是他当时录下的这一段 录音笔不是我录的 录音笔也是同时被找到的 同时被找到的 那你也是之前去找过真爱 在何首屋的床上 有一个充值电的手机 应该是小屋的手机 小屋曾经在3月21号 就是上个月21号的时候 给真爱 他称她为小爱 发了一个彩信 说的是小爱 我现在就要上船去极光岛了 小屋念 小爱就给她回信 连你也要离开我了吗 小屋回的是 爸爸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去救他 那么从目前这个三条先推断的是 小爱和小屋应该是一种情侣关系 而且真爱用了一个句子是 连你也要离开我了 应该她在生命中 她觉得除了小屋以外 有另一个她爱的人也曾经抛弃过大 目前我认为应该是马达哈 她就认为我所有爱的人都要离我而去 接下来有意思的就是说 从3月21日起 她每天都给小屋发短信 然后21号的晚上6点40分 她发了最后一条短信是 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 我宁愿你死掉 也不要你不理我